刘马沟15号 是现在已经消失的位置 由它来当一个发想 我们重新去拜访这个地方 我们就从记忆的角度来出发 根据不同人的记忆 就会呈现出很不一样的 这个地方的样貌 那地方还有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我们常在讲乌托邦好了 其实Utopia里面 Topia它的名词是 Topos地方的意思 那为什么会有乌托邦的想象 其实就是对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 或说对一个实际存在的地方 有所不满 我们想象一个比这个地方 更好的地方 我们叫做乌托邦 所以未来我们如何去重新想象 刘马沟15号这个地方 就透过不同的艺术家的发想 这个角度来想象 那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可能性 那如果透过人权的角度来想象的话 它就有更大的意义了 就是什么样的地方能够容纳开放 让更多人都有归属感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们特别邀请了布拉瑞阳舞团 来帮我们做开幕的演出 《无或就以成罪为名》 其实是跟原住民的过去的集体经验 有关的一件作品 这件作品其实超越了 对原住民族群的关怀 它其实谈到了更大的层面的政治议题 就是对人权的关注 这一处乌马就是非常适合 做一个开张 帮我们掀开这个序幕 彭叶生他的作品是世界的流言 他是透过声音的方式 他在绿岛录非常多非常多不一样的声音 包含监狱的声音 包含水底的声音 那有人的声音 有风的声音 有生物的声音 非生物的声音 各式各样的声音 他用声音的方式让大家一律平等 吴德纯是动画导演 那陈若涵是纸雕艺术家 他们合作的神秘列车 吴德纯选择陈若涵这位纸雕艺术家来合作 他认为纸雕艺术非常能代表 要表达白色恐怖的这一个主题 因为纸雕里面任何一个人 或者是任何一个物件 他如果有一个地方断裂了 其实这件纸雕作品就不完整了 那其实象征了我们人 在这个社会上 不同的社群 还有甚至是跟国家 跟不同的个人之间 这种既相连 又有点彼此相互束缚的意味存在 高俊宏的虚迷挖洞与造山 高俊宏呢 他是从一个非常遥远的历史来看绿岛 就从古城船时代一直到原住民 然后甚至原住民面临杀戮 然后被迫迁移到新住民定居 然后一直到白色恐怖发生 到今日这样 他透过很多很多的历史的研究考察 再加上一些传说等等 他去结合来呈现这个绿岛 林鸿章的作品是生命字典 他就想要用绿岛的在地居民的角度 来呈现这一段过去的历史 他运用这些采访里面 得到的很多的故事 来写了一个生命字典 他采访了很多的绿岛的老人家 在那个生命字典 有讲到很多很多 这些绿岛居民跟这些老前辈们互动的故事 那像过年过节 他们也会有很多的相互的庆祝活动这样 所以艺术家也会透过咸包子 让观众可以透过味觉 不同的那个感觉 来想象或者是进入这个艺术作品 瓦旦这一次呢 作品是《风洞草》 他会运用有点像是一个白色半透明的那种长胶带 跟风 跟他的身体之间做一个互动 《风洞草》又叫做台风草 其实它在植物里面 它是韧性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它这个作品呢 我觉得也是有一个高度隐喻性 安魂工作队组成分子里面有 主要的有两位嘛 其中一位林传凯 白色恐怖相关历史的研究专家了 那这一次他是以艺术家的身份 跟另外一位的艺术家李嘉宏合作 他们的作品三个房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跟本省级的政治受难者 相关的历史也好 或者说相关的创作这些有关 那另外一个是比较是属于外省级的 他们第三个房间呢 比较是跟绿岛的在叛乱有关 也就是律中在叛乱案 特别跟其他的艺术作品比较不太一样的 是因为说有林传凯这位研究者参与其中 让某一些更想要深入了解这段历史的人 可以去窥看当时的真实的情况 那姚瑞宗的万万岁呢 他有三个场景 其实他是结合了绿岛的绿洲山庄 再加上蓝宇的指挥部 最后还结合了景美这边的餐厅 去隐喻某种独裁者 想要万万岁 想要让他的统治可以长长久久 这样的一种讽刺的一片 当然也是批判这样的一种独裁统治 造成的白色恐怖 偏航探镜这一件录像作品 蔡海如也是我们这里头的 十二组的艺术家里面比较特别的 因为他本身就是政治受难者的第二代 因为他爸爸这样的背景 让他对这个历史有一种既亲近 又想要远离的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情 绿岛那个园区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蜡像 模拟当时的受难者坐牢的那种情形 他去找制作这个蜡像的老师 特别跟他商量 然后跟他借了那个模具 然后他是带着这个模具 还回到绿岛 他有一点像是想要去回去把父亲找回来 带回来的那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他的作品就特别特别的感人 林介文的户外的作品是国然后斗点加问号 当他到了白色恐怖绿岛园区他看到很多的国旗就开始去试想说 这一面国旗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 以原住民的角度他觉得对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认同还远远不及他对他自己家族的认同 所以他就想起了自己的妈妈自己的外婆他们那一带的编织 那他放置的位置非常的有意思 是那个时候的福利社外面呢有写高棚满座贵宾云集 他用宴客的方式用三个圆桌 然后把他编织的那个国旗图案放在上面 有一点盛宴邀请的味道嘛 可是其实里面也暗含了他对这种国家暴力的一种形思 户外的作品是蔡婉璇跟他的女儿彭科蒙 这种工作的 绿岛这个园区里面其实充斥了这一种政治标语 所以他们就选择了这一个标语前面的草地上 大概会有70个左右的那个小桃人在那个操场上 其实那个就是象征了大多数沉默的大众 面对这些过度意识形态化 过度标语式的这种口号的一种无言 那我们的展期从6月15一直展到9月15 长达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也邀约了很多的老前辈们 会来分享他们的故事 透过这样的一个艺术季 藉由这样的一个平台 可以让民众们对这一段历史 有更多的认识 有更多的认识 虚拔 老蜚 老蜚 虚拔